管長李明珍就任長要摸一支一年囉 今天是在議會定期會當中 民進通團是要求管長為這幾個月來 行政好論打滾走 第一次管長李明珍是表示 行政好論開始是沒有打到標準 只打了50分的成績 不過以後強調會再繼續努力 明年一定會提出好成績 來給大家看 你的勇人啦 你的聯繫啦 各處是有問題啦 管長李明珍要清除啦 對著管政府的行政好論 民進通團議員是在議會當中提出一順 派對管政府的既贊人員是不是出了問題 照行政好論是越來越壞 很多我們的公務人員啦 我說不要科技喔 不要辦事啦 因為其實外匯而已就科技來 我就做什麼五指等的 七指等的六指等的 真的對著一些基殘的事都不了解啦 在我們管理上 在我們那個承辦 承辦員的那個管理上 我們再做加強 本書都做用心就是說 管長你如果不是說你派人 派誰做 我們來替你們做嘛 你如果標示出來 這就跟他做螺絲一樣 螺絲不做 一定會越做越暗 南大管政府的行政好律 是受到議員的重視 在今天南大管議會的定議會當中 是最重要的議題 管理員英雄就要求管長 為主任這一年來的行政好律打分數 你說做十一九位 你一年說管副的團隊 給你打分數 你會打幾分 但目前為止 執行力 執行力是差不多八五十五十個頭頭 團隊精神和合作 大概是有幾個六十分 我們這個行政效率說實在 從過去到現在 我擔任大概只有十一個月 因為要整個 業務都要了解得很特色 要都執行非常有績效 這是還要一段努力的空間 雖然只打了五十分的行政 不過管長的人民情供調 未來的國際努力 每年一定會拿出好的行政 和民眾的黨體會 到管政府的用心 記者節目上蔡英博都